两方面近距离之后进行活活 1965年八六海战 国军损失两艘舰艇 201名军事官兵命丧大海 是国府迁台以来最惨别的战役 也意外成为推导国光计划的第一张骨牌 时间到回当年的7月14日 蒋介石听取战备报告时 指示海军实施蓬莱作战 搜集共军在中国沿海的海空情况 期待这个特务 也就是突袭队或是这个侦察病 到大陆区 那通常那些单位都是由情报局来派遣 海军只是扮演一出的角色 海军拟定海啸一号作战计划 要护送7名陆战特警队人员 登上中共控制的东山岛 介意侦察与袭扰 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 担任支队指挥官 率领张江健已经三个月前 才从美国接回来的舰门舰 负责这项任务 本来胡嘉恒要从舰队高升到军务局 当局长 那这次任务呢 是他的同班同学叫徐晨公 就是那个财谋 帮他做了一个 就是他容身之前的一个纪念 既然你要容身 我就做一个场面给你 宽送你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因为这类任务先前海军已执行好几次 所以才被认为既简单又轻松 只是这回却有些不寻常 这回说呢 还要在沿岸等要回收 那这个就引来了问题 因为你在那边等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被落入对方的陷阱 尤其假如你出航就已经被对方争执的话呢 那你在那边等 其实就等于是在那边坐以待毙 尽管海军向国防部反映 作战计划危险性颇高 但国防部仍指示如期进行 时间就压在8月6日 当时的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直言不妥 但孤城无力可回天 他想要召回的时候 他的那个参谋说 已经出发了 已经召不回了 而且那个上纸要求一定要准时 所以刘广凯直言不妥 天长叹 正这样剑门舰与张江舰从左营军港出发 殊不知12小时之后 两舰行踪就已经被共军的雷达锁定 当时国军的舰艇也没有什么反电站的装备 所以即使苏联或中共他们的操作是很原始的雷达 都可以轻易发现一艘这种船舰 那问题是这两艘船本来是想要所谓的 假装是到香港的商船的航路嘛 我们是这样讲的 那事实上老早就被中共试破了 怎么会试破呢 事实上国光计划室的成员之一 前海军总司令叶昌彤曾回忆 当开完会的报告第二天对岸就透过广播公开 可见泄密情节之严重 国民政府还在大陆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地下党 所以很多人他就随着部队 就到了这个来到台湾 那他当然就继续发挥他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有泄密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到今天来为止 还没有百分之百能确定 但是我听很多海军的高声讲是有泄密的 由于国军多年来在东南沿海滋扰 让中共防不胜防 这次逮入张江剑门两舰迎面而来 共军下令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派出鱼雷快艇与高速部位艇编组 准备痛起国军 就是说他们就用这种小的轻快的 而且数量很多的来就对这个 敌方这种制海权这种大的军舰 实施这样的一种 这种恶苦扑狼式的这样的一种奇迹 没有打仗的心理准备 所以当剑门舰发现共军快速目标四个 小心目标两个 紧急向海军总司令回报 追及攻击 虽说我军两舰艇火力动位都比共军来得大 但此时却陷入一战 高速炮你要先进来 它的高速的快炮少射你的场面 让你的场面的炮位的人都不能上 杀伤人力 然后呢这时候鱼雷艇进来的时候呢 你就国军的舰上的火力 就没办法去压制这个鱼雷艇 共军两波猛烈攻击之后 张江舰与舰门舰被迫分开 因为国军的船比较大 所以它每个不同的位置的火器 在很多状况底下 它可能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参战 这时共军船艇海上拼四刀 一分钟内急速靠近 如恶虎铺羊般狠狠词咬张江舰 共军打带跑战术 一度逼近张江舰仅剩三到五十公尺 张江舰无力招架敌军炮火 好战一小时四十分钟后探户 另一头与张江舰失联的舰门舰 支队长胡佳恒请求空军支援 但因为横向联系出了问题 空军抵达时为时已晚 若从保存战力的角度来讲 舰门舰应当立刻撤退地战 只是胡佳恒并没有这么做 我认为是他可能对张江舰的责任 因为张江舰是他亲自点名挑的 所以张江舰有难的时候 他就不好自己就撤离 远方天际逐渐露出曙光 这时共军高速艇直冲剑门舰 剑门舰虽然以舰炮攻击敌舰 但敌舰后援梯队相继抵达 发送共军护卫艇猛攻剑门舰 为鱼雷艇创造攻击角度 老共能够打成大选军舰的只有鱼雷 共军发射十枚鱼雷 其中三枚击中剑门舰的 舰手机舱与舰尾 剑门舰最后沉没 支队长胡佳恒训职 他是清末以来海军唯一训职的将军 而其他身团官兵 有五人获救返台 其遇者包含剑门舰舰长王韵山在内 都被解放军俘虜 放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全部把他集中在澳湖 弄了一个管理 关了大概一年多 后来这些人回到台湾呢 也终生被受到监防 海战消息传回国内 当时报纸标题写 以寡击中下令自成 身团官兵受到热情对待 只是对照当时政府大次宣传 我集成飞艇九骚 但对张江剑门两剑的沉默原因 在戒严时期始终是不能说的秘密 三个月后 国共双方又在台海擦枪走火 在乌丘那边有受伤的官兵 那么台湾这边就派船军要接回来 就这么简单的任务 执行任务的是山海舰与林淮舰 这次我军并非因作战任务 而深入中国东南沿海 但共军似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抓到机会就要给国军颜色瞧瞧 据说是有北京周恩来直接排排定案 要大成这两艘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在共军这一方面来讲 他把他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作战任务 共军发现山海林淮两舰 用相同的战术让我方兵力分散 林淮舰首先成为攻击目标 他被包围了 那么跑不掉了 那最后被雨雷击沉 那山海舰因为跟他有一段距离 加入山海舰 加入不是八六海舰 说不定麦比分支队长还会留在现场 到时候可能就两艘船就一起得比 就像八六海舰一样就被继承 独留的山海舰这回所为上册 赶紧进入乌丘茅地 才在暗炮协助下 击退来犯的共军 11月21日 山海舰回到左营军港 受到热情迎接 山海舰舰长朱普华 开心的抱起小孩 带上花圈接受表扬 这场成为乌丘海舰的战役中 报纸称 即称北舰四艘 重创一艘 战扬海军以少胜重 战骨辉煌 但笑开怀的朱普华 此时此刻却想不到 活着回来的下场 却是政治清算 已在等着他 回来后当然表面 政权部已经是庆功 集成多少匪庭 什么之类的 但私底下就开始要调查了 最后支队长麦炳昆 跟山海舰的舰长朱普华 都被判军阀 这两场海战按当时的说法 军方都已惨胜自居 但事实上蒋介石自己都承认 两次海战两次失败 对实施国光计划不无影响 以当时国军的整个体质 还有整个部队的 组成状况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美军的援助 来说反攻大陆就是一个失望 美国不邦 实力不足 蒋介石终于彻底觉悟 开始缩编国光计划事 直到1972年7月20日警车 并入了保护 反攻大陆无望 垂垂牢劣的蒋介石 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